嗨,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好 下班時間 明天,周休二日了 我們趁天還沒黑之前 再來尋一下果園 我們上禮拜呢 在這個黃金果上面呢 摘了三顆乒乓球 那我們今天下班之後又過來了 發現又好多乒乓球已經成熟了 乒乓球長大了 有比較大了 現在挑戰,乒乓球再往上一層 叫什麼球? 棒球吧 不好意思,沒有棒球那麼大 現在只確定跟乒乓球放在一起 應該看得出來 這不是乒乓球 比乒乓球大一點點 上次我們分享的時候有好朋友跟我們說 第一次結果不準 是在安慰我們吧 那我就把它轉下來 用轉的轉看看 真的比較大了 所以還是有希望的 果形漂亮 有啦,果形很漂亮 比乒乓球還大一點了啦 這顆好像有點 是不叫胖頂頂嗎 還是蜜? 沒有,這不是蜜蜂 這不是果銀搖的 比乒乓球大了喔 現在是跟乒乓球 來看一下啦 比乒乓球大一點 上面上面 好幾顆耶 這在成熟很快 這顆也熟啦 這顆也比較大一點 有沒有熟 應該是有啦 一樣轉下來吧 有啦 你不要再放 搞不好下個禮拜變壘球耶 不要說啦 然後再放一個月變籃球 排球 躲避球 這老最後如果管理到有棒球大 就要投球 這個 不可能 得十三秒 我覺得 警察沒辦法 不一定喔 說不定肥陪關係喔 是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黃金果我們還沒經驗啦 這顆就有這顆蟲 這顆蟲那麼多 黃金果我們經驗還不足啦 每次都是吃別人的 所以這是自己的 這顆還是乒乓球的大小 比乒乓球大一點 還有幾顆熟的 這兩顆也熟了 這顆 這顆再留 這顆還有一點點綠 這顆也比較綠 另外這兩顆 這顆 這顆漂亮 這顆 這顆 也是乒乓球 轉喔 轉 喔這顆 這顆漂亮 這顆漂亮 好來拍一下吧 這顆漂亮 果形漂亮啦 所以我們這個打算 當作觀賞的盆栽種子好了 阿不是真的不錯吃耶 我剛吃 我剛吃你 沒有拍一下 放那麼久 喔喔這顆漂亮 這顆漂亮漂亮 整顆黃層層的 黃的很漂亮 黃的很漂亮 這顆黃的很漂亮 這顆黃的很漂亮 喔漂亮漂亮 這顆真漂亮 這顆真漂亮 這顆眼睛也放上去 那這樣子 這顆 這顆更小 更小 這顆乒乓球 比乒乓球 比乒乓球還小一點 你如果是那種種 那種盆栽 那種盆栽 那個塑形 那種盆栽喔 其實不會掉下來 表示喔 這是真的長在上面喔 不是我黏上去的喔 看到齁 轉喔 黃金果也就是沒有果餅 就是沒有果餅 黃的很漂亮 果餅也不錯啦 黃的很漂亮 好 看一下吧 這踩了4顆啦 這大概4顆 不錯 不錯 4顆一下 有啦 有比上次大顆了啦 比上禮拜大顆一點點 所以一次一次的進步 我們一次一次的進步 我們每年就要做很多禮球 我跟你說 等一張 要做的 我是覺得 不一定喔 真的不一定 因為有 既然有 我們的同好 朋友說 有 怎麼講 第一年不準的話 所以我是覺得 好 應該再等他看 果形真的不錯吧 果形漂亮 果形圓的 沒有尖 也滿正圓的 不錯 果實大小 還是 下這個 楊便便是 還是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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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牛便便 像牛便便 小顆就小顆 我們用最大坨的 收集看有沒有大象的便便吧 開開玩笑 因為我沒有下化肥啦 沒有下化肥啦 所以還是 今年 來找一些化肥 就看好了 試試看 不過這樣有點違反我們的宗旨 我們還是 再忍忍再忍忍 剩下兩顆 樹上剩下兩顆 這兩顆採完之後 今年的這顆黃金果 任務就完成 就等待明年 第二期 咯 咯 不一定喔 好啦 簡單分享 那各位看看 我們還要再繼續逛一下 好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